近日,印度媒体多次发表声明称,希望巴基斯坦撤回部署的JF-17骁龙战机,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 为何巴基斯坦部署这一战机会让印度如此焦躁不安呢? 据印度媒体最新报道称,巴基斯坦空军将JF-17骁龙战机部署在印度某西北边境处,起初印度侦察机发现巴基斯坦的战机频繁在该处机场起降,但是当发现是JF-17骁龙战机的时候,印度慌了,印度军方发现大批量的JF-17战斗机不断部署在此边境处,截至目前为止,数量已经超过百家。 据印度媒体报道称,此次巴基斯坦部署分国的JF-17骁龙战机是在一个军用机场,而且该机场就坐落于新的上海德拉地区,这个机场就在印度的眼皮的底下。 印度方面称,这将会对印度构成很大的威胁,我们知道,一直以来都是印度喜欢用强势压制住巴基斯坦,不想让他有崛起之势,凭借美国不断给巴基斯坦施压,但这一次巴基斯坦终于要做出行动了。 不再是闹可意味地选择沉默,而受欺负的巴基斯坦呢? 印度媒体认为,巴基斯坦此次大量部署中国战机是在向印度释放一个重要信号。 设施反明了告诉印度,巴基斯坦已经拥有大量的中国武器,以后再想欺负巴基斯坦,得先问问中国同步同意了。 印度媒体称,此次巴基斯坦的军事部署行动,将会给印度带来很大的国防压力。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,印度一直和巴基斯坦争的是不可开交,但是基本上都以口水战为主,很少会争斗争枪的上战场。 因为二者军事实力相当,印度有很多美式装备,而巴基斯坦有很多中式装备,两者势均力敌。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,如果不是印度做的坦书格,巴基斯坦不会轻易采用这样的战略部署的。 这一次,巴基斯坦拒绝沉默,终于要发力了。 而这一次,巴基斯坦没有选择其他国家的战机,而是一拍即定,就选中国战机。 看来,巴铁兄弟对中国的战机还是非常信得过的。 据印度媒体报道称,此前巴基斯坦的空军并没有这样的胆量。 自从中国的骁龙战机进入到巴基斯坦境内以后,巴基斯坦在印度面前便开始强硬起来了。 专家表示,目前中国已向巴基斯坦出口,超过100架JF-17骁龙战机正在积极帮助巴铁,建立拥有6个航空尸体队的巴基斯坦现代化空军。 这就是兄弟情,咱们有肉吃,哪能让兄弟只喝汤呢? 而专家指出,随着歼16的曝光,歼到20有了最佳拍档。 未来歼赴21旦投入量产之后,巴基斯坦或将会成为世界上除中国外第一个拥有歼20的国家。 而且近日有媒体爆料称,中国的歼31也有很大的可能性出口给巴铁兄弟和美喊话印度,还不快点送钱过来,再不买苏57,等到巴基斯坦拥有歼赴20和歼31,那时候再买它就晚了。 其实印度很明白俄罗斯喊话的意图,但是令印度信得头疼的是,之前花了大量的钱购买武器,现在军费已经出现极度紧张。 而且苏道57的担价太高,印度几次找洽谈希望能降价,但是被果断拒绝,而表示,你买不起,有的是人买得起。 按照目前这样的形式,巴铁或将先于印度组建五代机航空师,这让印度十分头疼。